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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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啊 各位年初四 是否叫开年 恭喜发财 每年都要身体健康 赚到盘满盘满 而且要精精神神 我每年都是 尤其是这几年要祝大家身体健康 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 又何来在股票市场上 赚到滚来滚去呢 我们赚到滚来滚去 要不停滚滚滚 大家早晨啊 恭喜发财 Yanky Amy 首先在说恭喜发财之前 就当然不忘要斗利是 当然啦 你斗之前我首先要给你 两位小朋友 最重要是学业进步 快高长大 一会儿再给小朋友 但是最重要呢 开年的时候 这里有一档 是不是 我呢 今年呢 准备了338封 不停跟你说338 每个都跟我说338 先说一说 接着一言之后 在野生捕获我呢 我都会带起身的 你只需要说叶师傅338 我都会给你的 这个是密码来的 被人洗了板 今早已经被人洗了板 那里面的金牙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 他们都是由我精心炮制 设定的一些布局 一个寻式 计完之后呢 然后呢 就进了进去 我也不知道进了些什么 那就是要抽的 每个都是 是的 那你放心 里面全部都是红纸 不是的 没有红纸 没有红纸 可能有的 一半就是红 红三鱼 那些叫 不是只有张纸的 那里面呢 一定有金牙在里面 之前已经准备 aufge 好了 因为他们呢 就已经刚才抽至少 我们就说不能 Yasuda 直播 直播 即将不开想的 道 fö 你手機的人會比較手氣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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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lt 他很有心地自行轍了叮叮叮叮 你的學生是outer寓 volunteer的手機 需要寬上預告一下 是不是不能勾妥的 不可能 selfish 夾了之後喔 就像我的師傅那個先民視 例如你的學生 嘩 他們都走上去嗎? 初七他們會來探望我 初七我就會蒙面上去 再駁多一封 新年我都喜歡行山 所以可以野山步鑊 你在哪裡行山? 周圍都有 我已經有行新界 有行九龍 香港島就沒有 山頂 如果有小朋友行山頂就很方便 有沒有野山步鑊過法哥? 我有沒有步鑊過法哥 但是我又被其他同學步鑊過 是真的步鑊過的 如果你們今年行山碰到Gary Sir 就要勾他抽兩封 338應該有很久抽 記住說葉師傅338 我就會認得了 葉師傅338 今天這封我就放在這裡 看不看到呢?放在這裡 反正都不用這樣 他們現在很流行 他們買的東西有七師傅加持 有葉師傅加持 有葉師傅加持 今年買利是 不是買利是 買股就不用怕了 今年的股市就非常暢旺 剛剛看 早上我起床看的時候是五百多點 然後你來到的時候是六百點 現在再跌下去也是五百多點 好 讓我先按一下 現在再調好 我們又可以看看 六百二十二了 超誇張 沒錯 一派完利是就六百多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心水號碼 或者有什麼拜年祝賀笑話 或者想看看Gary Sir 派不派利是在哪裡派 就隨時大家留言 都跟我們聊聊天 現在正在升六百二十二點 還有要賣個關子 稍後時間 我就會陸陸續續在苦連的時間 就會教大家 真正正正我們投資的絕學 是怎樣去投資 裡面的秘密我都會公開 所以立即叫多些朋友進來 叫多些朋友進來 我就講得詳盡些 我又會分開不同的集數 去跟大家講 究竟實實際上 我們現在看到市場低位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投資 今年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定 怎樣部署 怎樣部署 然後在稍後的時間 大家可以溶出來 今年就會賺到盆滿盆滿了 要啊 因為今早一開的時候 六百幾點都後悔沒有買牛仔 是嗎 或者棋子 插它 但是恆生指數 因為今早Gary Sir 我看到了 我現在立個下眼 在新頻道那裡 都應該講了一點 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如果是的話 都簡略地講一講 好嗎 有些聽眾沒有看到 你新頻道那邊的節目 先跟大家講一下 揮春先 是呀 快抱銀湯 今早有幫你看過 今天是什麼呢 全線升的 哇 立刻給大家看看 快抱銀湯 這裡 快手 升1.48% 是 泡泡馬特 升4.5% 銀河 2.12% 雙湯 1.19% 是 那麼 新年新開始 就已經有升幅了 是 那麼大家開心 是嗎 可以再看一看 但是呢 譬如你說 快抱銀湯 這一堆是有升的 我今早看到 影響得恆子最厲害的 有幾隻呢 譬如可能700 700 其實不停地 紅綠紅綠地徘徊 是啊 看不到它的走勢 雖然大家都可能 看這個節目 未必會有700 未必會買這麼大的 但是我看到 始終都會影響到 恆生指數 一個方位的走勢 沒錯 那700 你見到 首先 你都見到 從高位751元 之前跌到300多元 跌到300多元 開始慢慢上來 波幅呢 其實我想說一下 波幅呢 就已經慢慢慢慢收窄了 你看到 它現在 在兩條 本身我叫做 最後的逃生線 它已經升上來 即是說 在支持位置 它暫立得穩 好了 當它站穩的時間 你看到第三條 是一條綠色的線 490元 是 意味著 它要挑戰 挑戰成不成功 就是在490元 這個位置 當它成功了 其實它有20元 去到510元 其實在這個位置上 就是暫時裡面 最大的阻力 當它升穿到的話 這隻股票 古王七八 就會重拾它的聲勢 當日的聲勢 如果要獅子回頭的話 那你也沒有辦法 我建議你上不到490元 先行撤退 再行部署 炒波幅 是的 如果它升到上去的話 其實七八 今年也是一個很重心 重點要留意的 一隻科技類的股票 但是你剛剛說起 獅子回頭 當然要看獅子 即是5號仔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的倉是有一股匯豐在 沒錯 我以為賺很少錢 原來不是 差不多賺了一筆錢 一股都可以賺一筆錢 所以我之前說 會去到60元 我訂了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 60元去不去到 我不知道 你會見到 我之前在1月14日 我說上54.5就成功了 上完去 你看到1月14日 其實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這個位置 當時這個位置 我就說要挑戰 挑戰完又上54.5 其實54.5就是現在這個阻力位 他今天呢 一聲就衝穿了 是 證明了我們的預測成功了 先拔頭籌 五號仔 究竟他會去到多少呢 我現在看他的勢 其實是會繼續衝上去 因為你看到今天的成交量 是非常之靚仔的 還有呢 與此同時 你看到呢 他看著60元那個位置 不斷衝上去 60元應該很快就到 他要挑戰 就是挑戰 現時這個位置 是不是 那你見到很近的 還有呢 他今天一下子彈上去 是非常之有力的 嗯 所以呢 我預測呢 60元應該沒有問題的了 到又到得到了 關不關他之前 經常都回購事呢 我相信不關 這隻股呢 他本身儲力 也儲了很久 還有呢 他由25元這樣彈上來 那一刻呢 也是的 已經是反映到 其實他的聲勢已經重拾了 那之前最難過的那一關呢 其實就是 五月的時間 做出來的頂位 50元 但是說在一月的時間呢 已經先拔頭籌衝了上去 是 現在呢 再下去呢 其實真的挑戰60元 我覺得60元呢 是基本可以達到的 還有好像前派 都很多散戶呢 被他嚇到 算了 走毀了他 會不會就是 他們那段時間走了 那就被人拿了貨 雖然很大隻 是啊 這隻真的很大隻 其實他 由25元升上來 我覺得 突破到 說的是 十月的時間 他已經做到突破 其實這隻股就應該要留意了 現在呢 繼續升上去呢 拿著他 我就可以保持到 保持到年尾 不知道行不行呢 年中先 是啊 至少近期看這一個月 都沒有太害怕 是的 然後就 你們都 繼續出來了 記得了 因為新一年要有新開始 你們快點說多些東西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很多人都祝你 和祝我 苦連身體健康 開開心 萬事聖意 多謝 Ray 和Raymond Yanky也回答了 傾風說 如果想看財報 去法花的網 就可以看看 哪一隻股 就出了一些財報 是啊 我發現了 原來 我今天還未傳給我的同學 原來已經有這麼多人 那我唯有 再下一城 想你多發一些 叫朋友看多一些 另外 因為大家都知道新年股 還有一件事 有一個人忘記拜年 你未夠班早晨 和祝你身體健康 心傷事成 苦連苦苦辛威 邊邊有力 多生幾個 這麼嚴重 好像已經有三個 還多生幾個 然後 要多買一些股票才行 買多一些股票 買多一些股票 升多一些 是啊 可以派給自己的子女 派給自己的子女 什麼老爸 喂 派給他 是賺的 應該是 過些給他們 是啊 過戶 另外就 Yankit 因為他 新年都需要幫他 解答一下問題 不好意思 立即 因為你未夠班出來 已經有三個 還要生 Gilbert 早晨 Rufe 早晨 Yama 早晨 稍後再回答你們的問題 我先看一看 Yankit Yankit 1789 他說外康醫療出了刑警 但也大升5% 就說都要留意一下這個東西 有沒有錢收拾呢 我經常都有 上一些課 或者有時跟你做節目 你都經常說 認起刑警 不太特別 消息是用來反映股價的 沒錯 如果在這個消息裡 來說 升5%是否很多呢 因為剛剛你拉長了圖來看 其實他都已經跌到低位 沒錯 所以 你見到他跌了這麼多 現在 今天才稍微有跌這麼多的反彈 我覺得 還未是時候要買他 因為如果你現時 又馬上買了他的話 他的成交量又不足 你見到 其實他今天的成交 今天都是一千多萬而已 我覺得稍微小了一點 我就覺得 不要搞他了 嗯嗯嗯 另外 你說完之後 都多了人進來 是嗎 是呀 哇 多謝大家 幕後的推手 原來你就是 遲了 另外 都是祝福語 很多祝福語 九九八八什麼時候 答了立法八 然後就是 六一二八升得多好 好像是石脈熙來的 我沒有記錯 石脈熙做這個 機石電車材料 對 還有好像 是不是這一隻 衛來還是小鵬 是有合作的 大家看看 我沒有記錯的話 OK 我沒有記錯這一隻好像是 小鵬 是嗎 我記得我買過 不是 我說美股 美股 然後就是做一些 陷車類的東西 我沒有記錯 是嗎 還是加水 我忘記了阿澤 那隻 那隻是不是八二二 是呀 八二二 八二二才是 這隻就是做過一些電池的 很久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可以撐一撐的 這樣 見到他呢 上個星期 即是一月三十一號的時間 你見到他出現了一個訊號 價量齊升 他升穿了一個頂位 那個頂位 就是十二月二十八號做出來的 那他升穿了之後 今天延續他的聲勢 繼續衝上去 見到他現在的阻力 其實就剛剛在正 大概二零二一年三月時間 做出來的阻力 去到多少呢 大概就是一個四號半 看回現在的排盤 你都可以見到一個四號半 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那就是告訴大家 他現在升了十三個百分比 那如果他要再衝上去的話 其實呢 可能就要挑戰一個四號半 升得到一個四號半 其實他就會繼續衝上去 我見到他今天的成交 其實都是大增了 那還有呢 他大增完之後 都只有千多萬而已 意味著一個股票 他還有一點點力的 可以繼續衝 那就是說一個四號半 如果加上他的導力 能夠衝上去的話 這隻股票繼續會上 是 可以先提一提 那另外其實 他再拼著一個 他說因為 三六二現在都做這個 新能源電池材料 就問怎麼看 因為呢 三六二之前就叫 信無揚占 雖然現在還是叫 信無揚占 但是那時候的業務 就是做茶葉的 然後呢 就轉過去 就說要做這個 新能源電池發展 但是呢 譬如我們當這個配股 或者是公股 公股的股來看的話 我記得它的公股價是 一個二號多 有沒有記錯 對了 但是現在呢 就好像跌穿了公股價的 大家看一下 如果以公股的股票來說的話 這一個是否 多看一會兒 因為這一個是二供一的 二供一 我記得都好像 沒有什麼人肯供 然後呢 就股東 自己再拿回 或者是有些人 再自己拿回 包銷回去 拿回一些股的 如果這樣說 預期來說 是不是都算是乾身呢 如果 如果你看到它 公股了 你又想駁它 會升上去 其實就是看著一個位 第一就是 剛才你說的公股價 如果它真的升穿公股價 意味著這隻股票 就會繼續上 是啊 公股價是一毫二 找到了 剛剛穿了 幾害怕 剛才你說過二 我說過二 我整天的腦袋就是一二一二 是一毫二 所以穿了公股價 大家都恭喜發財 今天那些車股真的升得很誇張 例如那些1211 車股和運動股 之前都有說過 叫瘋狂教育 不是很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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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瘋狂 那些車股都升得很 算是挺帥 例如1211 那支陰竹都補回了 今天 如果它站上去 239元以上 就更加好 因為看到 它之前的裂口 都是這個位置 說的是2021年7月30日 做出來這個裂口 如果它能上去 上去的話 意味著這隻股 就沒有那麼低層 但也要看另外一條紅線 282元才能站得穩 然後再衝上去 另外就是 我們兩個的外股175 我記得你也喜歡175 因為你現在跌穿了21個3 我覺得就真的比較低層 但是它真的要等它升上去 看來它要遇到的阻力都不小 譬如它去到18.8這些位置 它又要衝上去 然後再挑戰20.4這些位置 它挑戰完才可以回到紅線 所以我覺得 吉利真的要等一會 暫時就不要買它 長期 長期 2、3、3、3 都升3% 現在回到2% 還出陰燭 升也出陰燭 長期 但如果看車股 會不會是等到3月 等它有個大型車展 大型車展基本上一定等 其實現在我覺得 要將整個大市來看 不可以單憑一隻股去看 因為其實這個新年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 都發生一些事 都很重要 你會見到疫情 尤其是Omicron 在香港也傳染得比較快 雖然你可以說 Omicron的殺傷力不太強 但是我們要留意 同一時間 就是有Delta 都出現了 最怕就不是單一的一個病毒 最怕就是混合體 當它混合完之後 可以向好 亦都可以向不好 這件事其實都幾危險 第一件事就是這樣 第二件事 其實環球裏面 你見到疫情 都是很不同 我們叫做 你見到歐美國家 它採取這個策略就是共存 但是共存得來 美國裏面的死亡率是提高了 只不過是暫時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 是不是代表事情就沒有了 不是 所以究竟是否共存是好 還是清零是好 暫時沒有一個一致的看法 所以對於整個局勢來說 中國和歐美的局勢 也是有影響 但是在影響的同時 你會發現到兩個地方 亦都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在烏克蘭 其實俄羅斯的報局已經報了 如果沒有一個很突出的解決方法 我相信這場仗可能會發生的程度幾高 因為烏克蘭根本就是俄羅斯的心臟 如果你要攻擊俄羅斯 而烏克蘭還是被外國去控制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所以俄羅斯必須要作出一個很嚴重的反應 但是在同時 你也留意到 其實緬甸也是醞釀的一場內戰 而內戰很有機會發展成為一個大型的戰爭 為什麼呢? 緬甸其實是在中國的隔離 如果緬甸也是同樣地 都是像烏克蘭那樣的看法 其實危險程度會更加高 所以你看到南海幾艘戰艦 一點都沒有錯 不是擺錯了位置 其實很可能是擺對位置 所以這幾件事加起來 在今年的政局裡面 尤其是會發生黑天狼的事件 其實是很高的 其實要留意的是秋天 秋天的時間 我們的主席可能會有一個 會不會延續下去呢? 究竟會不會繼續做主席呢? 這個都是未知之數 相信但是機會都很大 但是實際上 我們都要等塵埃落定 才有這個判斷 所以加上這麼多事情 今年苦年 真的要像隻老虎一樣 慢慢慢慢去報處 慢慢慢慢去賺錢 其實就不只是有頭威 最怕就是有頭威 我們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慢慢去滲出來 究竟怎樣去報處這件事呢? 其實這麼多位觀眾朋友 我們都要很清楚 新年的時候 不要只是 因為一時今天 升了兩隻 2%就很厲害 立刻入場 就設計是這樣 記住 北水還未進來 我們最怕的是 我們還未等到股票升之前 我們就浪費了我們的子彈 北水是有一段時間沒有沽到東西的 是啊 現在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都是便宜貨 究竟他會不會回來香港 買了一些便宜貨 然後趁高位沽回給大家 這個也是未知之數 所以我們要慢慢地報處 等到北水進來 剩下一段時間了 我們才知道哪些是優 哪些是劣 我們才可以去買下去 對了 你剛剛也說了一些 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要看看今年股市的部署 是應該如何 在很久之前 我記得我當初第一次邀請你上來做節目的時候 我的宗旨都是沒有變的 因為我都很想 你的宗旨拿來看看 我覺得在股票市場上 如果大家不學一兩招去旁身的話 你問多少股票號碼都是沒有用的 譬如你經常問 96100或者9988 或者700也好 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本身 你不知道那個大使怎麼玩 或者不知怎樣跟我們所謂的大惡 去估計他的陰謀論 或者估計他的走勢是怎樣 所以當初我邀請Gary Sir上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有很多學生 都是上完一個課程之後 就會覺得是很有用的 起碼知道股票市場上的運作是怎樣 所以今年我也很驚訝 Gary Sir上來的時候 他說他改變了一些做節目策略 就是他也很想透過一些節目 告訴大家 其實股票市場裡面有些什麼 是應該要大家注意 或者是怎樣去作出一些投資 所以譬如每逢有Gary Sir的節目 除了幫你們解答問題之外 你們又很有福 因為我覺得 對啦 他就會滲一些 他在課堂 即是應該要付錢的課堂 他就會滲一些東西出來 就教一教大家 或者講一講大家 告訴大家 那個股票市場的交易策略 是應該怎樣 在Gary Sir說之前 大家都繼續恭喜發財 Bee Baba Gym Spong就不用捉我添丁 OK的 還有CY就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他說9618 我們首先都講了一些 在股票市場上面 有什麼策略 我們可以先部署一下 剛才有觀眾朋友 眼裡的話 你也看到 我一開始開了一個 叫做海歸交易策略 我將這件事 就不會把整個海歸交易策略裡面的一本書 講完內容 我們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大家最想知道的 是重點 是 想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要拿出來和大家講 就是我看到觀眾朋友 經常都會問很多問題 但問完之後 究竟我們怎樣去買股票 我們應該是跌下來的時候 撈底好 或是等它升上去的時候 衝上去買好 首先就要決定一件事 究竟你是屬於一個什麼人 是 我逐少逐少跟大家講 我們平時買賣交易 其實有分開兩種買賣方法 一種就是買入 一種就是沽空 我們做散戶 是很少做沽空的 除非我自己做基金的時候 我就會做沽空 所以我們今次 或者以後下來 我們都是用散戶的角度 去用買入為主 而我們買入的時候 其實市場上面有幾多種策略 或者你們會用什麼方法 就看看哪一種比較像你 第一種就是聽消息 聽消息 我們有時候會聽 那隻股票好不好 本身究竟這隻股票 它是否優質 好不好 但是我們聽完這隻股票 假設它是很優質的時候 它都有兩種形態 這隻股票很好 不過跌下去 這隻股票很好 或者它已經升上去 是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買入 通常散戶賣 當它買入了的時候 就會跌下去 捱一個很長的時間 當你捱一個很長的時間 即使它多優質 你都會掩住自己的眼睛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跌下去 你手上有東西損失了 所以你覺得這隻股票不好 你就會沽了出去 好 第二個就是 你捱它升的時候買 這個是一個比較短暫的策略 但是你的技術程度 就要很忍得 不是說你的技術能力 行不行 是你很忍得 忍到它升的時候 你才去買 這個才是一個技巧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經驗很豐富的老手 就是說 我們是用什麼策略去計算自己的 我推開一點點 就要看那個字 那個字很重要 是哪一個? 勝算 就是勝算這個字 這個H 究竟我們要看勝算 這個 是尖咪那邊 怎樣才有勝算呢 我們就要到下一頁 什麼是勝算呢 其實我們有一個博弈概念 我不會說得那麼深奧 為什麼我們要有一個勝算呢 就是說 如果你選一隻優質的股票 你越買就會越低 其實你在用的是什麼方法呢 試鑑成本和溝低買 沒錯 你一直溝下來 其實這個就叫做平均成本法 也是巴菲特常用的 但是這個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你本身的錢 子彈要很夠 是 因為你一跌下去 你試幻想一下 一隻股票很優質 它不停跌下來 它跌到某一個點開始反彈 由於你不停賣 你的成本就會越來越小 不是越來越小 價錢就會越來越低 當它一升上來 那你就會贏錢 這個也是巴菲特 用得最出色的一個方法 當它一抽上來的時候 你就會贏很多錢 但是你要想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子彈 好了 而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什麼呢 我們就不會在跌下來的時候買 亦都不會留底買 因為我們不知道誰是底 我們就要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當它升上去的時候買 而升上去的時候買 我們就要看某些位置 究竟是不是當它升上去之後 有機會會再升 那麼我們看到這些位置才有用的 所以就令到我們知道了另外一件事 我們一邊叫左側的交易 以及一邊右側交易 我記得上次我們有講過 也都告訴大家 當中的優劣 我們可以看那裡 抄底 由於是巴菲特上用 那麼我們不會用 即是我們只用右側 右側其實就是用這裡的部分 以及我們在差不多到頂的時候 要分批賣出 究竟我們的技術 即是作為散戶 我們有沒有辦法 從這個位置一買的時候 就升上去之後 又沒有到頂 我們沽出了 我們就是有沒有這個技術 如果有這個技術 我們就要用 好了 上集講到這裡 我記得 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要做的話 今天我們突出講一點 順勢的操作 究竟我們順勢的操作 散戶最容易捕捉的 是有哪幾件事 你看這三個就知道 第一就是有沒有破腳穿頭 然後有沒有一個突破的策略 或者是否有沒有 價量齊升這個現象出現 所以這三件事 經常在我的節目裡面 你都會聽得到 三個場 我這三個場 就是因為我要做一些順勢的交易 我不是一個逆勢操作的人 是不是呢 其實我不是完全不做的 你會見到 當市場很適合長渣的時候 我都會用左側的交易 但是近年 你看到整個市場跌下來 所以我們用的 都是一些順勢的交易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想冒風險 我想冒一些較低風險 還有呢 我的交易成本 我盡量呢 是想一次就完成了 我就要怎樣做呢 就是令到時間 成本再低一些 那我就不需要冒著一個突然之間 大跌的風險 在裡面 而且呢 我的資金呢 我也不需要準備很多 我準備一些小的資金 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就採用這個 柔質交易 在台上講 比較適合一些 嗯 嗯 好了 今天呢 我就會講完這一部分 就是出擊點 你看到呢 什麼時候買入會比較 是的 我們怎樣選擇我們的出擊點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看到呢 這個人 這個武功多麼厲害 是不是 那怎樣掌握呢 我們叫做 怎樣可以掌握到 我們這個勝算 究竟我們怎樣篩選呢 其實呢 我們首先就要講一件事 如果平時的市場呢 是屬於大家都懂得看的 是 那其實有沒有東西好炒呢 沒有啦 還有每個人都贏錢 如果這麼說 是的 每個人贏錢 那誰輸呢 就沒有人輸錢 是股票市場是不會沒有人輸錢的 嗯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選出擊點 就是有人輸錢 有人贏錢 亦都是有人大幅看低了的時候 我們才會出擊 因為看低了嘛 那就是說 意味著這件事 是會繼續會升上去 所以呢 是一個不正常的市場呢 嗯 我們才有賺錢的機會 那麼我們首先就要說 一些不正常的市場的東西 如果你說那隻股票 一向都是這樣的啦 一向都是這麼值錢的 一向都是這麼值錢的 小米那些 一向都是十九元 十五元 這些位置 那是無法買的 那這樣不值得你去買 或者這麼說 好了 但是我們要怎樣做呢 由於呢 我們要選擇 究竟你是適合做長線 短炒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就要看了 看看市場先 嗯 什麼叫市場呢 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賺多少錢 嗯 如果市場上面 如果你想做短炒 根本給不到幾格或者二十格的升幅 那為什麼你要買呢 嗯 你又不需要去買它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機會 究竟你現在是不是想著 短期的投資呢 可望的回報是二至二十個百分比 嗯 究竟你是不是在賺這個東西呢 還是你想著中期的回報 你想著用三個月內就已經完成了 你的回報可以去到二十至五十個百分比 嗯 好了 你又做不做得到呢 最想的就是長期減 我聽到很多朋友經常說 那隻股票好不好 這隻可以不可以 可不可以繼續買 究竟你是不是想著三個月以上呢 但你的回報可以去到五十個百分比 嗯 但很多時候 那些人會反轉的嘛 知不知道怎樣反轉 越低越買 然後就說虧了 不如走了 是的 他本身就是想著短炒 但就想著有五十個百分比 是的 是的 每個人都想的嘛 我也想的 是的 現實上做不做到呢 現實上做不到的話 即是說你在十分鐘之內 你決定不到 或者你賺不到這個升幅 那其實應該怎麼做呢 是應該要走的嘛 嗯 但是由於你想著短炒 我想著十分鐘完成的 但最後你不走 那就變成下面了 短期 即是日內 日內要走 日內你又不走 但你就不是可望回報 然後二至二十個百分比 你就掉下去了 嗯 接著你就去到中期了 即是想著持續三個月 有沒有這麼順利的東西 很少 真的很少 是的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要下去 究竟看看圖裡面 嗯 圖告訴我們 究竟我們可以賺的波幅 是多少 你說的是股價圖 是的 但是呢 其實我準備了 但今天我不說了 他說 你未舊班也有說 今天只是炒一隻匯豐呼籃 都是三十分鐘 即是都是說你說的 類似斷炒的那些 沒錯 是的 所以我們是否因應自己 懂些什麼 或者理想 我們的回報是多少 然後去決定 是 那你才會得到最佳的效果 是 所以莎莎下一集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我們怎樣挑選 適合自己的投資 是的 所以就是很驚訝 想不到他會將課堂 別人要付錢的東西 當然 就不是全部都說出來給大家聽 但是 都會說一些重點給大家聽 是啊 所以大家 除了是聽Gary Sir的YouTube之外 都可以聽一下他在這裡做的 煞煞滾 然後 都可以看看 能否吸收到一些小小的策略 或者秘訣 另外 你說完那些小小的項目之後 有些小小的 那些叫買賣策略 或者想清楚自己買股票 到底是為了什麼 還有想賺多少的時候 都要幫大家解答一下問題 好 CY就說 主持小姐 其實我叫莎莎的 哈哈 所以我特地很想 等於這個時刻很久 想Q一Q 其實我叫莎莎 他說9618 是不是應該都需要買入 現在這個位置 值不值得 如果不是的話 去到什麼價錢才值得入 因為9618 大家都知道 他今年 做了這個大陸那邊央視 那個 第一次做了一個直播拳 沒錯 首次 鼓鼓鼓好的升幅幾% 都可以看到 波幅都明顯可以 吃幾個轉 我們看到他由365元 高位 達了下來 其實最高位是422元 但是我們在近期的高位 你看到他的支持位 其實是穿了的 你看到他穿了之後 一直都沒有怎樣做好 你看到這兩天 開始 在一些紅線裡面 站穩 但是我覺得 這三條紅線 最要站穩 其實就是300元的位置 300元 對 真真正正你要看到他 在300元站穩 再進行挑戰的時候 我才買 所以第一轉 我覺得應該買入的地方 就是300元 對 還要是小住入 因為我都怕300元他頂不住 你看到 試過一次頂不住 第二次也頂不住 第三次 現在再挑戰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我們就要 拭目以待 還有他現在暫時的成交量 和成交額 都是做不夠的 要等 等多一會 看看他會不會做好少少的成交量 可以 多謝大家的祝福 有祝福你的 身體健康 恭喜發財 多謝 深上事成 多謝肥仔 張榮蔥 湯 你教的 要說他們的名字出來 要認得他們的名字 要認得他們的 另外YAMA也有 2015 原來小鵬汽車都升12% 讓大家看看 2015 還有Ray Ray也想問你 你的外股20 什麼價位可以進去 待會再說一說 替了2015 今天挺漂亮的 它是裂口高開的 但是 它還未去到 暫時要挑戰的阻力位置 我覺得它的阻力位置 就是110至113元 現在我這條線 好像裂口低開了多一天 所以我們要先補裂口 才有機會再向上望 當然今天升得很漂亮 也是成交量做得到 希望它可以保持著升勢 上到110至115元左右 另外 再說到20 有什麼雙湯 雙湯 你看到 其實我經常都說 股票我們不會在大升大落的時候去買 還有很多人去買的時候 我也不會參與 你看到現在的成交量越來越小 我覺得應該再等它小一點 可以再橫行多一段時間 儲到一個十足的支持位置 暫時的支持位置 的確是在現時這裏 就是6.8度 但是它要做突破的話 它就先要升穿這個位置 就是7.5元 短期內我覺得應該不會穿著 嗯嗯嗯 我覺得如果是的話 就應該先儲一段時間 對 要儲多一段時間 在四隻的我們叫做 揮衝股 裡面 我覺得呢 雙湯是暫時 我覺得是最後一隻 發力的股票 是 那些男人真的 說笑一個名字 都會生氣 雜湯早晨 哈哈哈哈 祝你今年都是繼續邊邊有力 大家都開開心心這樣 然後賺多一點錢 你的牛紅倫症 那些旗子 賺到盆滿盆滿了 雜湯 另外呢 都可以繼續 答問題 我知道為什麼我沒有說到雜湯你的名字 因為你滾得很厚啊 是啊 飛得很快啊 對 另外就是 Mong Chi Chi Mong Chi Chi 就說這隻262好像慢慢升降 怎麼看 因為呢 這一隻呢 之前都有傳 傳 沒有市場沒有任何消息說過的 就說 不知道會不會都有私有化的可能性呢 這樣 現在都升了 早幾天 其實都嚇到人 有支這麼大的羊竹之後 就有一支十字星 是完全是補了那支羊竹的 幾年之後是被你捉不到 然後呢 每天呢 再嚇你一大棍 是啊 現在呢 才慢慢慢慢又再 好像有兩級這樣升上去 這樣 不知道那個走勢會是怎樣 譬如可能在財技上面那個圖 有沒有說怎樣去看啊 或者 如果那些人見到有這些故事 應該怎樣去捉他們呢 你看到呢 這隻也是很明顯的一隻炒股 現在呢 其實呢 它做了一個壓力在這裏 就是在一毫三那裏 那暫時一毫二呢 摘住了那堆貨 你看到呢 有一公斤頂住了 那 都是看一件事 需求問題的 如果它的供應 供應有在這裏 有一公斤在這裏 如果需求大過它 那意味著它繼續會升 好了 第一方面就是看 第二方面就是看阻力位了 阻力位其實就是一毫三八 如果可以升穿的話 那就是有氣有力 那就是繼續上升 那它升穿不到的 那就是再等下 可以按一下 但是 我自己呢 其實也有兩隻外鼓 都想Garish看看 看不看得OK 就是 越秀系 就是Doremi123 和6626 因為 其實都看了幾個月 是 然後想不到呢 又是逐級逐級的 就這樣搭上去 Doremi123 越秀 越秀 第二個 越秀地產 這樣 對 Doremi圖 我覺得都算是挺帥 原底 如果是圖表上來說 圖表學來說 圖表學呢 其實就是在做突破而已 你看到呢 綠色金物到了 八元 是差在呢 什麼時候穿上去 差了一點點 好 好 價量齊 是啊 它有價量 如果呢 下午再做好一點點 用一些利是錢 搭上去 那就算不錯 也不難搭 今天都是七百多萬錢成交 是啊 不難了 其實它差一點點 其實是否可以簽證 雖然其實我已經在低位 六個多的時候 已經看它的位 其實要的 你升穿了的話 其實挑戰九元的了 大家簽證了一隻利是股 看看它升不升一串 另外就六六二六 月秀服務 是啊 都是一模一樣 上次那個力 就已經衝了上去 就是這兩個阻力 可能再來一次 因為它現在擺的盤是漂亮的 怎麼為之漂亮呢 你看到它摘住了一些貨在這裡 其實它如果不喜歡的話 就沽了它 是不是 它現在純粹摘住而已 有氣有力想的 對 跟你做節目就厲害了 講講一下 升到六百多點了 我以為你跟我做節目很厲害 今天市場真的很幸運 很旺啊 因為始終是苦年第一日的開年市 紅色不好看 是啊 可能就不錯 是啊 要哪邊有力棍棍都要有金 棍棍有金 這個是我們的嘉賓教 軍軍真金 是啊 真的嗎 軍軍真金 厲害 但原來今天都升10%了 我沒有看了 就越收服務 是啊 你看看我們的收視越來越高 是啊 只需要你再說一些 軍軍 練練 也有形象可言 這些我都是抄他們說的 1729停了牌呢 好像早天已經停了牌了 是否有些學生有看過 有 我這隻用來做了一個例子 是啊 想不到它停了 今天 上個星期 最後就是 立即停牌了 2月4日 我今天停牌 原因代公佈 會不會是拼扣 是啊 我們就說它會不會呢 上個星期已經在說了 那如果譬如它一出的時候 如果說拼扣過 就有機會 連口夾開 如果是 就是 但是如果以它的走勢 偷布春光鴨炒法呢 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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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大家有沒有人有買 先有買的 麻煩有留言 是啊 其實這隻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是 你看到我第一次說的時候 2021年11月9日 我認識了你沒有 認識了我沒有 認識了我 當然認識了 你不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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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最好的了 是嗎 是 很少 甚少 在這裏上來 不說自己說些什麼 通常就是 那些人在這裏 應該是要餓摸 氣啊 錯了 但是如果它說 那個拼扣消息 是真的的話 其實應該這樣說 怎麼猜它可以 我們做春光鴨呢 沒有的 其實你那天都是看價量齊升的 我們看一分鐘圖 你會看到 是 究竟它們什麼時候入貨 即是在當日 是的 星期五五的那一天 大棍升上去 看不看得回 看得回 看得回 你看到的 你看到突然之間 為什麼會衝進去 一定是有些理由的 不會沒有理由的 在這裏 一分鐘圖 是 一月三十一日 你看到 突然之間 買進去 一分鐘 九點三十一分 買了多少呢 買了五百萬 一分鐘 你看到之前是沒有的 從來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 你看到平日 它的成交是多少 都不是特別很多 你看到以前 就是三十幾萬而已 你早一天 我們說一天就是五百幾萬 但早一天都是四百幾萬 但一分鐘就已經買了它 之前一天的成交量 證明就是 突然之間有些聰明錢 衝進去 然後它是保持著星星 你便知道 這些一定是春光鴨 是的 如果二的三十七為例 三十七是難的 三十七是難的 因為三十七炒作的味道 是很濃厚的 很濃郁 看到了 看到了 因為今天禁了 不是禁廣鼓 要禁廣鼓 禁廣鼓 三十七 你看到炒味是濃郁很多 你看到突然之間爆上去 爆不上去 所以我覺得是難看的 也是比較難玩一點 嗯嗯 當時有些朋友玩 就是覺得它的股值太便宜了 然後就看中了它 麗圓的那塊地皮 就覺得應該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沒有那麼低 那個股價 最重要是禁廣鼓 就是禁廣鼓 好像你一樣 再來多一個股 是的 也是的 這樣才是代表身體是夠健康的 哈哈哈哈 另外就是油股 我們也可以說一下 因為那些油桶已經突破了九十元美金 沒錯 然後中石油 相關油股 或者八百三 三百六 這一堆 其實今天 都是有升幅的 是 那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油價為什麼會升呢 其實是跟這個 就是打仗有關係 因為你看到烏克蘭那邊 那邊和俄羅斯 搞到慶合合 其實你都會知道 這件事不是開玩笑的 而油價之前 它曾經會好像現在這樣 升得很厲害 都是因為戰事 而令到油價這麼高 也是發展到很久之前 你看到這麼高油價的時間 其實就是在打伊拉克的時候 就是這麼高 2014年 所以你說是否好事呢 我當然是不希望 最好就是不要 但是你說跟隨油價升的話 你看到八百三 八百五七 我之前都說過 是會真的跟著上 你看到已經突破了我之前 說的線 是 你都看到已經是 訂購了 1月7日的時候 看它上八百八 不用問了 上了 跳了上去 1月7日說的 有圖有真相 是 是嗎 也都寫在2012年1月7日 但這件事上10元 是否有點難呢 好像很大阻力 其實它現在補了一個列口 它要挑戰 是否上到10元 其實就很講局勢 我也看到現在 應該都很大機會 就會再補上去 是 我希望真的不是因為 這樣的原因 補上去 沒有不是希望 希望可以有其他原因 經濟復甦也好 爛 爛 爛爛 爛爛 但是你說要再留意 可能就留意些銀 我覺得銀是落後了 是是是 他說什麼 油價升那麼厲害 但是三桶有就不給力 升得慢 如果不用call放大力量 就很難賺錢 是 所以通常都是用期貨為主 是 第二樣就是 因為 始終是同間公司 這次升上去同間公司 真的差距離 始終是因為戰時問題 不是因為這件事 第二件事你要知道 因為俄羅斯掌控了天然氣 有機會打仗 它的天然氣管道就會停 對嗎 所以有就大幅增加 如果你說那個天然氣管道會停 那天然氣要不要留意一下 因為又會變到供應緊張 是啊 其實它供應很緊張 其實它升了很多 都是 你見到 昨天有留意的話 你見到天然氣 都是升了很多個% 是 是 這輪是急升的 你說你要現在追 的話 你就打仗 那又是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打仗 不打仗 是的 寧願買其他 寧願買其他 是的 我希望這個世界 真的不會打仗 另外 最後一個就是 K-Fit 就說主持小姐新年快樂 以及Gary Sir新年快樂 謝謝你支持 是的 主持小姐都需要放一放Gary Sir 因為Gary Sir 他今年是開年了 開年了 就是需要有些地方去一去的 是嗎 開年的時候 今天也很好 那個恆生指數呢 升645點 是的 我不知道下午會不會再夾多一轉 沒有了葉師傅加持 哈哈 都可以一樣升上去的 三點鐘都有沙沙在 不知道會否黃一黃的股市 另外 說完一點就是 135坤輪都要留意 因為天氣冷都急升 是的 天氣真的很冷 我記得 坤輪能源 有氣有力 不錯 繼續上 我覺得這隻也好 穿了阻力位 是的 我覺得 可以看高一點 8.7 多謝你 Yanky 我會看一看 這隻坤輪135 開年就擺車工 好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 真的差不多了 大家要記住 尤其是Gary Sir的學生 要快點把他的利是走 拿了 你拿了我再爆 是的 記得初七 有些什麼 就去他的YouTube 看 到底在哪裏 或者怎樣 這個就不詳細公布了 免得你們 我不是他學生都在 或者野生捕獲 我都很想飛 那大家都希望 今年 今天開始 有個新的開始 越賺越多 賺到盆滿 撥滿 我們下午三點鐘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